今天来玩一个之前从来没玩过的新模式 翘翅模式 在这个世界里能利用羽毛和树枝做出翘翅 翘翅能用于飞行滑翔 还能在普通翘翅的基础上升级成拥有特殊能力的翘翅 事不宜迟我们赶紧来试试 先砍点树枝 树枝也是做成翘翅的重要原料 然后这是羽毛了 电机真不错 碰上了一群小鸡 羽毛有着落了 一个翘翅需要四个羽毛 看来我今天不一定会成为杀鸟大户 我决定给自己立个绰号 鸟剑筹 哦耶 总在成功速出了第一个翘翅了 让我实施展翅翱翔的感觉吧 我像风一样自由 天空才是我的舞台 哦 怎么飞不起来 不仅没飞神 还刷着个四甲朝天 丢人丢大法了 难道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能源 也对 毕竟这翘翅只是一个装备 没有动力来源 那就收集点东西 再做个烟花作为推动装置吧 然后再试一次 这回可算是能够飞上天了 当然 我不会仅仅满足于此的 要知道还有各种各样功能特殊的翘翅 接下来就来详细介绍一下吧 太金翘翅翅 能掉落太金 植物翘翅 能掉落树木 还有能够向地面发射岩浆的岩浆翘翅 能发射炮弹的炸弹翘翅 以及加速挖矿的矿工翘翅 能顺移的空间翘翅 最牛的 还有能够收割动物生命的死神翘翅 有了这些我不就无敌了吗 当然我们要一点一点慢慢来 循序渐进 先从最简单的植物翘翅座起吧 只刷一点小麦和果树的种子 再在普通的翘翅基础上升级 打工告成 起飞之后我就像那小小园丁 大树可以打树种 而且这些树只要轻轻一碰 就能够砍倒 瞬间获得大量的木材 以后要是不需要了 还能够装手卖给光头墙 他一定会喜欢 啊对啦 我得多收集点羽毛 每一种特殊的翘翅 都需要一个普通的翘翅 四神无助就是需要大量的羽毛 多被点准没错 大家接下来我要做哪个翘翅 太精灯 错错错 打错特错 当然是想要做矿工的啦 有人能够加速挖矿的矿工翘翅 什么矿石不是手道勤来啊 这矿工翘翅需要用到铁稿子 所以现在我先收集多点铁矿 顺便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别的矿石也挖一下 挖的差不多了 把矿石提亮出来 铁稿子完成 现在可以制作矿工效果了 真不错 这挖矿效果真的很不错 你们原来就这样简单吗 还有更牛的 飞起来之后会掉落大锤子 效果堪比开山 直接一下子就达到了机缘层 这能力啊谁看了不说一句牛啊 等我下框坑捡一波战利品 这回我不报复天理难容 战利品丰富 现在甚至能够把炸单翘翅给做出来了 刚刚的那些翘翅虽然厉害 但是也只能够给我带来部分资源 没有自保能力 遇到野怪的我也是只能逃跑 而现在我就是宝破之王 就像小鸟下单一样 轻轻松松把第一面加个稀碎 而且我还能够随手放出炸药桶 一个人一平一坐山不是问题 呵呵 玩错了 看来这个翘翅还是要紧身使用的 一不小心就害人害己了 把刚刚提点的太金拿出来 太金翘翅翅也成了 这么稀有的金属 像下雪一样掉落一大片 我甚至能够利用自己的能力 打造出一大片太金岛 看着这么多的太金 我突然有个想法